有性的實體感 有性的實體感 那成長的現象是什麼 成長的現象變高變大 還有呢 變高變大都不見得是很明顯 這是我如果具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寫得非常好 叫變成熟 一個細胞 我們講帶細胞是真話 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細胞 像剛分裂完這兩個細胞可以嗎去分裂嗎 不行 因為他剛分裂完兩個細胞都變小了 他要去修復要去長大 他慢慢長到成熟的時候 他可以再去一下一次分裂 懂意思嗎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他剛分裂完的時候 他實際上是兩個新的細胞 像他的 成長是什麼 他寫的東西都沒有那麼具體 你跟我聽懂他就成熟 成熟是個比較抽象的想法 但是比較具體的概念 就是他有變大 有長大的線下 有變得比較完整 細胞比較完整 譬如我們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有些孩子他呼吸到沒有發育完整 甚至他有些腦袋 大腦壁有些控制沒有完整 所以他情緒控制很大 一般小孩子的情緒控制比較差 是因為他的發育完整 通常到20歲才發育完整 通常到20歲成年以後 慢慢的會覺得說很多事情的判斷上 跟情緒上不會那麼大的受影響 就不要能夠控制自己 不然有時候青少年的時期 尤其是這樣就很難控制 一下子情緒一爆 就要打人就爆炸了 就像剛好 剛剛舉手那樣子 就是說其實這是八一沒完整 那麼多長大事實上就慢慢變成熟 就是這些器官相對來講 都慢慢的長好了 他延續距離會很冷的 我怕延續距離會很冷的 延續距離會很怎麼樣 很容易情緒不好的 好 所以這是成長的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單細胞 單細胞的成長是什麼 對 我知道你沒有寫 所以我們再講一下 什麼是單細胞的成長 哈囉 單細胞成長是什麼 就變大 就變大隻嘛 就變得比較大隻 裡面的器官 會叫器官嗎 你會打摸嗎 哈哈 這寫的就是要 他變得比較成熟 變得比較大隻 什麼叫成熟呢 如果對一個單細胞成長來講 什麼叫成熟 就是他的器官 一個單細胞成長那邊有器官 單細胞成長那邊有器官 單細胞成長那邊有器官 他的那個 包 包氣 包氣什麼 就像譬如假這個細胞裡面 他有什麼的 綠線體啦 葉綠素啦 細胞核啦 細胞子啦 這些東西都在裡面 他是在裡面 當整的細胞都正常運作 他剛分裂的時候 現在有些包氣變少了 你看他買100個 分裂的時候可能變只有50個 50幾個60個左右 那這樣不夠用嗎 所以他繼續先幫他長齊了 長多了 長夠了之後 這個細胞都正常運作了 能夠自己去逆食了 他才可以再去油 一下分裂 所以那是一個過程 那多細胞生物是什麼 多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多細胞像你們都是多細胞生物啊 你們的成長是什麼 有雞毛 什麼 會長毛 那剛出生就長多嘛 就在成長這樣 事實上 這個事實上不是細胞 頭髮不是細胞 頭髮是蛋白質而已 我們說過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來 庫龜生物的成長 庫龜生物的成長 可以長大 人變大隻嘛 從小小一個baby變成大隻 還有呢 骨頭變硬 其實越老成骨頭變軟 又變脆了 到一定會要變脆 變脆了 變脆了 所以不要隨便打我 打我 你屁啊 撞一下我就飛了 還有咧 成長還有什麼 那個老的時代 那不是成長的現象 那是老的話的現象 那是老退的話的現象 那你剛才跟我們罵 我說成長的現象要什麼 成長的現象要什麼 基本上我們講成長 成長是通常從小到成熟 通常我們講成熟的定義 如果就有性生殖 或是說今天多細胞生物的概念來講到 就是能夠進行繁殖的時候叫做成熟 其實單細胞生物是一樣 16歲又可以繁殖 沒有錯 事實上大概從16歲開始 你可以說他已經進了一個成熟期了 他已經可以繁殖了 沒有錯 像那個單細胞生物 他也是要到成熟期才能夠居下一個分裂 對 這就是一個標的 我們講說這過程當中都有成長期 那當然字化會不會居成長 當然會居吃還是會變胖 居吃還是會變高 對不對 變胖是應該都會 肌肉會變多 肌肉變多是要訓練的 不是出生就會了 你不練他肌肉很多 基本上肌肉會變多 因為我們身體的股價變大了 你的肌肉至少能夠為你日常生活 所以假設我很胖 當然我的肌肉相對比瘦的多一點 假設我們都不運動的話 一個瘦的一個胖的 都不運動的情況之下 胖的肌肉還是比較多 因為他平常日常運作 就需要給他做的肌肉 懂我意思嗎 不是油脂喔 當然是要長肌肉 因為他要動 可是如果那個胖子 他那個胖子 他懶得動 他動不累對不對 他剛剛整天都坐在沙發上 你看過那個新聞報的嗎 每天躺在沙發上 吃薯片 看電視 就吃到300公斤 他到這邊站都站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訓練 他腳的肌肉 肌肉都不見了 他連站都站不起來 好酷喔 對啊 很酷 他肌肉都會吃掉 他不是肌肉先吃掉 因為他 其實身體很特別 他會認為你不需要肌肉 你自己的身體會覺得說 所以他又不公給蛋白質 他就不用做肌肉 他只做很小的肌肉 比如像我心上肌肉不可以消失 但是大腿的肌肉是不用不到 因為都沒在角度 所以 你知道嗎 像 我以前有個同學 他腳斷掉 那我們那時候打石膏 就打很厚的石膏 打石膏這樣也盡量不能動 他就這樣躺在床上 就你都是站起來上廁所這樣 你就坐在床上 躺在床上 這樣子 兩個月之後拆石膏 他兩隻腳差一半 那隻腳怎麼瘦下去 就差一半 因為他都沒在動 那隻腳都沒在動 所以他不長肌肉 那沒力氣了 要膚腺 他就要慢慢去養那個肌肉 把肌肉養起來 就要適當的運動 一定要適當的運動 運動員也是一樣 運動員受傷 很像王建民 那時候他一次跑壘 腳去踩到草地 扳道 裂開 骨頭裂開了 骨頭裂開之後 他就不能投球了 可是你要想 他之前在陽基隊投的時候 他都練的是上半身的肌肉 所以他就有人警告說 其實運動員會局部練 很像全身都練 他開始就加強下半身的肌肉 敲腿啦 復健是多加強 邊跑步 肩膀肌肉沒有練好 他後來腹出一頭 肩膀受傷了 肌肉那個 那肌肉亂掉 對啊 扔軟 所以就是這樣 男生訓練的時候 一定要均衡的訓練 然後平常都是要訓練 要有訓練才有肌肉 以前 以前都沒注意到 那個 像我們長大 老人家容易跌倒受傷 一跌倒就骨頭都會沒有 為什麼 因為沒有肌肉 因為老人家越來越不想動 越來越不喜歡動 越來越動很累 他不想喘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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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對 肉太多了 現在他越變差了 吃的都不消化 都沒有代謝 都沒有代謝掉 那就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他們也沒有肌肉 沒有肌肉沒有保護 沒有辦法保護 那你跌倒的時候 第一個 不是骨頭直接抽到力 或是你的筋就直接抽到力 所以都非常嚴重 所以他要吃動機就好了嗎 不是 要運動 要適當的運動 要適當的運動 對 就會比較好 不會就好了 就比較好 現在你現在要運動嗎 就可能 不行 不是 老人沒有那種極端插血管 他現在有一個 最近在家裡有一個還蠻紅的 一個網紅的老天生 70歲了 他已經走秀 兩手運 他說他50歲開始重新墊肌肉 他現在70歲 他整個肌肉非常的精壯 就會弱掉 對對對 我剛才講是算是弱掉了 看早餐找不到 太肥了 所以 現在在那邊 要不要在那邊做一頓好東西 你的肚子肉那麼多 念出來不得你說 你做得好多 怎麼秀 你沒有看過那個新聞啊 沒有啊 我看你老先生 我看蘋果日報 然後看誰能去的 我快找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在那邊 哼 這個呢 素餓九十歲 那他王和四十歲 而且 夠七十歲 大爺 大爺 欸好噁欸 我有一天包紮小 好噁啊 大爺沒有啊 那現在幹什麼 這打 好土喔 蓋 很噁欸 打出一條嗎 等一下啊 我還沒看到 等一下我看看 哪裡有 這裡有一點帥 這已經倒那麼多了 搞什麼 沒有 都沒有 有了在這邊 這個老先生呢 差點跌倒了 哈哈哈哈 好可怕 那他說 七十歲了 八十歲 不是七十歲 八十歲 他的五十歲開始就從練習了 那這個樣子 他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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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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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八十幾在 他就是 後來才開始就重新練 因為他發現說 他 智商不練 就是整個就萎縮 智商體力就變差了 而且你甚至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說明這種肯就受傷了 所以他開始練 所以 有人說 到底年紀大了不會練 其實還是可以練 慢慢還是可以把他練起來 但有人要太胖了 你練不起來 身上沒有 他大概就死 那樣子就死不了 不會說死不了 器官還是有他一定的壽命 但是 你還是可以好好的練一練 讓自己 比較健康 至少 好 好 麥克 差點跌倒 真的是 那轉彎吧 轉彎轉太快了 好 在 細胞結構中 幹嘛 沒事 細胞結構中 決定細胞的特徵 外觀 行為組織 是什麼東西 修衣的工作 然後你三個級 就跳到第八級了 多細胞生物的增長是什麼 剛剛講的 有 應該有講 不會 不會 不會很大 其實還有重點 還有重點 還有重點是 細胞會分裂 在多細胞生物的成長來講的話 他在成長過程當中 會帶伴隨著細胞分裂 所以你成長都會分成分裂 還是會啊 成長過程會伴隨著細胞分裂 因為細胞分裂是一個主要經驗 因為我們從 剛出現的時候 你的 手那麼小一隻 細胞一定很少 對不對 你慢慢長大 除了他基本的細胞變大顆之外 他一定是細胞會分裂 會長出新的細胞 讓你的身體變大一隻一點 然後那個 對 你們在修 你們如果有寫錯 或是有問題的話 釘正的時候 不要擦掉 就用別的顏色的筆 再寫下去就好 不要什麼 顏色不要哪一個 沒有別的顏色的筆 沒有別的顏色比較大 你要哪個顏色 不要哪個顏色 綠色好不好 自己回問 應該是黃千里 摔加摔機的筆喔 都還要玩 這是對死的 人家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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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細胞結構的 細胞結構中 決定細胞的特徵 外觀 形外組織 DNA 主要是人 一個細胞的結構 都只有DNA決定 他長什麼樣 就只有DNA決定 人的長相 就是DNA決定 那個鋼筆的斜法 哈囉同學 鋼筆的斜法 是白色在那邊朝上 對 斜得出來就好了啦 快掉了 因為他 鋼筆有個斜法 因為他是要 會有點往下壓 那我也要有鋼筆 他有點往下壓 壓的時候 他這個壓 他壓不下去 所以他這樣壓 他才能翻開一點 所以他可以決定 筆的粗細 他可以決定筆化的粗細 通常寫的時候 是這個白色的面朝上 你在寫的時候 會有點往下 好啦你問 你會借我 我會借我 我要鋼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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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賢人 這鋼筆是便宜鋼筆 要便宜 這鋼筆是便宜 這是熱淋還是熱淋 白色炒炒 我這 我買炒炒 那時候 輸這裡要被擠 沒有水 來喝飲料 喝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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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流水 沒奶 沒奶 沒有奶 沒有奶 那個 細胞分裂過程中 哪個過程 哪個過程確定 哪個過程確定 新細胞具有原來細胞的特徵 懂嗎 DNA 不是 哪個過程 細胞分裂哪個過程 細胞複製 DNA的複製 複製 複製 不是講複製 複製 因為有時候講細胞複製 或是什麼 什麼複製 DNA的複製 藍色底的複製 有聽懂嗎 同學 藍色底的複製 第四題 具體說明這個沒問題嗎 無形生殖沒問題吧 沒有 無形生殖 有同學說 植物的無形生殖 種子算在植物的無形生殖 種子是不是 同學 算啊 種子是植物的無形生殖 不是 種子不是 種子是有形生殖 複製 熊�製跟複製 熊�製的花本 滴到那個複製的柱頭大 它才進行類似受孕的效果 滴到那個複製的柱頭大 它才進行類似受孕的效果 受孕完之後 它的裡面的黑珠 才開始發生成種子 懂我意思嗎 OK 欸 公三 什麼 什麼 複製的 複製的無形生殖 第一十八題 複製的無形生殖 複製的無形生殖 好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那個 受孕的過程 記不記得 我們在看的影片 精子卵子結合到 它有誕生的過程 在看一次 記得嗎 我們都沒有看一次 我用圖片解釋一下 精子卵子結合到誕生的誕生 除了哪些過程 你就只記得老一個 那個 射精 然後 進入引導 輸卵管 然後 看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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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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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個 課本上的圖 那個 精子呢 會從 引導進去 進去完之後 這時候呢 正常來講 女生每個月 會有一次的卵子成熟 發育成熟 會從卵巢 開始往外走 卵巢 總共有兩個 左右兩面割一個 卵巢 裡面的卵 可以一直發雲 它是一直發雲 所以在卵巢裡面 通常來講 有成熟的卵 不成熟的卵 都從此存在的 成熟的卵呢 那每個月 只要發育成熟之後 它就開始往外走 從輸卵管出來到子宮 在這經過的過程當中 如果剛好 有精子進來 然後這精子 會順著輸卵管 往前走 走到 在輸卵管的位置 在輸卵管的位置 受孕 在輸卵管的地方 那個精子跟卵子結合 它不是到子宮才結合 它是在裡面結合 結合完之後呢 它才開始 邊細胞分裂 邊往外走 邊細胞分裂 邊往外走 等它到子宮的時候 它就會著床 那著床 著床的意思就是 它定在那個子宮裡面 長出開盤 長出雞蛋 這樣有沒有問題 HELLO 有沒有問題 HELLO HELLO 我會記者四個步驟 哪四個步驟 插進去 射進去 陰道子宮 酸管管 會多久 膏丸 好 那你要講什麼東西 在陰道什麼東西 在輸卵管什麼東西 在... 什麼時候 收金是哪個位置啊 小金字 要稍微描述一下 位置跟重點 比如說 第一個步驟 卵子從卵草出來了 那這時候如果 陰道裡面有精子進來 精子會往子宮路方向走 再往輸卵管方向走 進去之後 那請問一下 我問一個問題 這個課本你沒有想到 我問一下 這時候 鏡子進來 他會知道往右邊走 還是往左邊走嗎 隨便跑 隨便跑 基本上應該是隨便跑 兩邊可能都跑 可能都會跑 那跑的時候呢 這時候 但是基本上 一次只有一邊的卵子會出來 所以可能這邊 這時候如果是從右邊出來 那左邊這邊就會有卵子出來 通常是這樣 那有時候也有例外 有時候兩邊都有卵子出來 所以像一卵照包胎 通常應該 同時間就是兩個卵在 在出來的過程 可是這樣不會搶什麼嗎 蛤 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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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啊 但媽媽的肚子 如果同時回來雙胞胎 通常伸出來兩個雙胞胎 就長比較小一點 他不是有胎胸胎嗎 胎胸胎就更少了 胎胸胎就是發育的時候 不小心其中一個胎胎 它包掉 它就是在發育的時候 另外一個比較小 被包到裡面去了 包到裡面去 它不會再發育 那就發育很不安全 它會很發育啊 對發育 但發育的不安全 大部分發育不安全 在乖晴博士裡面就有這個 佩佩你知道嗎 佩佩就是太空胎 佩佩 乖晴博士裡面有個小女生 理論上他跟他姊姊是雙胞胎 但是他就被他姊姊 就是包到裡面去 他姊姊出生之後 就身上有一個女王 很大一顆女王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聲音還會講話 彈器官 反正是靈異現象 它是有器 我認為它是有器官 然後沒有皮膚 沒有皮膚 沒有骨骼 那後來 外型博士幫他做一個 人工的外殼 皮膚 他就是大腦毛 蠻群毛 他現在叫做什麼 關於學傑克 關於學傑克 以前叫關於學傑克 現在叫關於學傑克 沒有外殼有學在恐怖 他從不有一些的恐怖 好 只是長的關係很像 那下面這些器官的功能是什麼 高管的器官的功能是什麼 幹嘛啦 幹嘛 來 動畫說 看高管的器官 高管的器官 高管的器官 高管的功能是什麼 深深的精子 精子 精子啊 我昏塞 吵死了 我要打你那個 它產生精子 還有咧 呃 呃 呃 不是高管 高管 高管會尿尿的同學 你高管是哪用尿尿的啊 對 一般來講 男性的高管 他一般都要體慣 我常講過 因為他位度太高不行 他精子不會有作問題 所以通常在體慣 但是有時候不小心 譬如他們有在運動 打球撞到 實際上有可能撞到裡面去 撞到裡面去 所以有時候老人家說 你撞到幹嘛跳一跳 把他跳出來 實際上就把他跳出來意思 那如果 他撞到腹腔裡面去 那高管就會死掉 高管可能會死掉 因為體壓的關係 高管會死掉嗎 死掉就沒有高管 就變太健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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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當然有時候會覺得 不好意思不敢講 那身上很痛 那要還是該講還是該去講 那是一輩子的性感 蛤 好啊 第二個陰莖的功能是什麼 陰莖的功能是什麼 陰莖 給男人操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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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動精子的部分 那軟巢的功能呢 你不要講那麼快 對嘛 我不要你們現在寫嘛 我就在寫嘛 我就不要你們現在寫嘛 我就不要你們現在寫嘛 可以 尿尿這台機背物啊 不然還有什麼背物嗎 沒有 對啊 那軟巢的功能是什麼 你看動作都不寫 竹子 卵子 什麼感覺 還有什麼 竹子 竹子 什麼竹子誰做竹子的 竹子 我剛剛說竹子嗎 你剛剛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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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子啊 卵子啊 它是發育 卵子的地方 卵子在那個卵巢發育的地方 卵子 對 事實上我們的磁性荷爾蒙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卵子 它會有 在那個 輸卵管 或者是子宮 都會分泌一點磁性荷爾蒙 都會分泌一點磁性荷爾蒙 好 那卵巢是分泌卵子的地方 那蘇卵管呢 印蘇卵子 把卵子送出來 還有咧 它還有受精 它還在受精的位置 一般來講 精子跟卵子 是在蘇卵管受精 不是在子宮受精 那子宮的功能是什麼 你不要講那麼快 講過了 講過什麼 我還沒講過 子宮還沒講過 我說 講過一點 你不要講那麼快 子宮的功能是什麼 對 趕快 趕快 趕快慢慢來吧 奇怪 也不是 保護是長大 對 它有點像是 一般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卵生動物的那個蛋 然後就是這個蛋 長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然後它是因為保護胎兒 那胎兒也沒生長 所以 那個子宮在 在懷孕的階段 子宮會變厚 皮會變厚 肉會變厚 變厚 這個 有點噁心 但是有個事情是這樣 有人說子宮 因為他的肌肉很強 他瘦瘦力很強 所以有人說 子宮吃起來 就脆脆的 在 確實在日據時代 都不是日據時代 但那個 有人吃子宮 對 他們 他們就 把那個女生的子宮 切出來 煮來吃 好屌 好屌 這不是 吊什麼 他要想要 好 但是 有時候我們吃 這個東西也是種類的 不用你吃動物的 也是會有人吃子宮的部分 好 那個 陰道 有可能你吃過子宮 也不知道而已 陰道來講 就是 我嗎 就是 一般來講是陰道跟陰莹結合 他都會把精子送到那個子宮裡面去 好 我過來 裡面去 好 所以陰道的功能基本上是 用來一個是什麼 一個一樣是排卸肺部嘛 尿尿的地方對不對 不是 他不是 女生是分開 女生陰道跟那個 尿頭 尿頭分開 他是分開的 所以陰道跟陰莹不一樣 陰莹有排卸肺部的功能 陰道沒有 陰道是 類似接受精子的功能 好 那幾代的功能是什麼 輸送養分 輸送養分 還有肺部 他有肺部跟養分 都是從幾代輸送的 那胎盤呢 胎盤是用來交換 他是把養分跟肺部跟母親交換 胎盤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是固定的 然後他著床 著床在子宮裡面 他是固定那個位置 但 假設子宮這麼大 胎盤有沒有說 我應該長這邊 我長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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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盤估計這邊要長這邊 胎盤也沒有估計要長哪裡 胎盤沒有估計要長哪裡 所以 所以你看 好 那我們上次有講過 不小心如果在 輸軟管著床 對不對 胎盤可不可以在輸軟管著床 可以 他是可以的 他不小心有可能在輸軟管著床 那就要子宮外孕 你長過了 都長過了 那子宮外孕 他真的很危險 很危險 小心 他那個 胎盤是找不到的 抱他 胎盤也是找不到 胎盤接受精子的 當然是想像 他會縮緊那個 胎盤也不知道 你看胎盤 不是胎盤應該是 看出來 等一下你在說哪裡 他別在講胎盤 好 胎盤問你 還問你媽 好 謝謝東浩兒 我告訴你 請問一下 避孕的方法有幾種 吃避孕藥 吃避孕藥 吃避孕藥為什麼可以避孕 避到避孕有成分 避孕有成分 一般來講 你知道嗎 女性 如果在哺乳的時候 女性如果在哺乳的時候 她就不會懷孕 因為她身上的荷爾蒙 會分泌一些 她避免你懷孕的激素 因為這時候你要哺乳 如果你要繼續懷孕的話 母親的那個營養素 會不夠 基本上 她避孕藥就是去模擬 那個時候 你正在哺乳的時候 所分泌的激素 會有種干擾樹 去干擾 干擾懷孕 你說 就這個方式戴那個就好 戴保險套 插你好不好 她是生光 她說什麼 戴保險套 戴保險套生物前來 應該是比較簡單 比較方便 你是不是sever都買得到 沒有放進去 她還必要不能 必要sever買不到 要去藥機 要去請醫生開 要去買保險套 當然可以 但是我說保險套是最簡單的 你騙五塊錢 我帶一個保險套 你可以把軟草割掉 有看過保險套嗎 我要玩 還有幾個方法 除了這是我們講的 吃避孕藥帶保險套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 把他保險套割掉就好 把他保險套割掉 暖草吧 把暖草割掉 這太殘忍了 軟草割掉就很麻煩 不是指中癌軟 就是保險套 通常沒有把這個割掉 通常不會做這麼 因為軟草會分泌磁性的耳瘡 你如果不分泌磁性的耳瘡 對女性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容易進不走 沒有啊 結渣喔 結渣 結渣怎麼寫啊 結渣 結渣是把書館綁起來 那叫女性結渣 男性結渣怎麼結渣 把什麼 綁書金管 一樣喔 還有啊 就是你不要去跟別人練 就不會有 對 不要 不要做愛就不會有 自己來 自己來 有 但是通常講避孕的意思就是說 避孕的意思就是說 已經有八分性行為了 你八分性行為怎麼避孕 通常你 你如果沒有放在心行為幹嘛 討論避孕呢 沒有錯 當然 還有一個狀況是 沒有性行為 也會產生懷孕的 沒有 屁啦 踩到巨人的腳翼 或者是 你們還聽過這個神話啊 好白 是哪一個電台的 那個 那個誰 好像是 大女還是誰 他是滾 有一個 有一個 不收的人 甚至好 還有一個人 地理上很有名的人 他媽媽也不是受孕 也不是懷孕 也不是誰 耶穌 宿東坡 聖母瑪利亞是因為 是因為 那個性行為才生耶穌的嗎 老外孕 不是 不是喔 在聖經裡面沒有這樣寫 聖經裡面是說 那個 聖母瑪利亞是 那個 未孕生子 他沒有性行為就生下來了 耶穌這樣誕生的 是 那叫神胎嘛 好屌喔 對 歷史上 我聽到的故事兩個 一個是耶穌 另外一個就是 你去看中國古代神話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皇后 她踩到巨人的腳印 她就懷孕了 有背呢 會怎麼啊 腿骨骨骨骨骨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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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推人 走 她有可能 老實說 事實上有可能是 她也許在外面被人家強姦了 但是她 回來歷史不能這樣寫啊 不能這樣寫啊 不能這樣寫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她回來可以 講到那時候 對那種徵燒的 情節非常嚴重的話 她回來講 她被強姦 她肯定被殺掉了 I'm pregnant 對不對 她就說我出去 不小心 我不然就搶開一個巨人腳印 就懷孕了 對不對 以後 走不到小心 走不到小心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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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 結章是比較有效的 而且她可以時間比較長久 就是譬如 譬如 一個 木 然後一個 對 紮 對 紮 紮 一個木 紮一個 紮一個 木在上面 還是在左邊 我們寫出來 紮在左邊 是誰兇啊 是誰兇啊 我跟你講我太寫了 你還說 到底怎麼寫 不知道怎麼寫 我太寫了 OK 好 那 你知道嗎 曾經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媽媽她生了三個小孩 結果她不小心 他們家出車禍 結果三個小孩都走了 同時間走了 結果那次車禍就死掉了 結果她 兩人夫妻非常傷心 那這時候因為媽媽已經結紮掉了 所以她們就請醫生再把那個結紮的部分 再給她鬆開 就蘇帳管那個層上鬆開 那醫生沒有保護 因為已經生太久了 就是她結紮很久了 那後來 但確實後來她懷孕又連生三胎 所以她們都連生六胎 所以她們生六小孩 她一直把她三個小孩都生回來 所以蘇帳管輸精管 一般來講結紮 沒有 她生三胎 一種生三胎 一種生三胎 那 很屁喔 你的重點王王跟你的鼻子不一樣 對啊 那個 所以蘇帳管跟蘇帳管綁起來 通常還是有機會回來 但如果說把軟巢割掉 或把金子割掉 金子沒有骨盆割掉 那可能把鎬王割掉 這太殘忍了 所以只有古代像太監 事實上在國外她們有類似這種植物 因為她怕跟那個叫什麼 是皇帝啊 她怕你身 你跟 基本上後宮都是皇帝的老婆 不見得 這不能這樣講 這跟紀律沒有關係 她就是皇帝的老婆 她可以傳宗接待 在後宮的女生 皇帝想要隨時要跟誰結婚 想跟誰隨時才能幸福 她可以看到姓起來 可是這個時候 所以女生後宮生出來小孩 她都急痛癢 她就是皇子 可是如果有個太監 然後正宮就得送了 如果有個太監 她沒有 這個沒有處理好 她在那邊懷孕的 那你有沒有知道她是不是皇帝的小孩 你一定要等她長到 佩服長到18歲 那皇帝長得不太像 對那太虛了 所以通常是 在後宮她這個太監 在那屏室的男生 就要做處理 好 那簡單來講 是把鎬王割掉 但是 為什麼要連那個陰莖一起割掉都不知道 很痛癢 很痛癢 你的重點不一樣 好癢 真的很痛 那保險套 保險套 是一般給男生戴 有一個女生戴的保險套 有 這個就是塞裡面 我之前在那個紅色書開那邊有看過 我怎麼真的 感覺要我連結了 有沒有 安心一點 什麼帽子 對那個子宮帽 它就是 塞在那個陰道的裡面 那通常來講 就竹子竹子進去子宮裡面去 要兩種 但是 基本上還是 那個 那個什麼 還是保險套最簡單 耶 看過保險套 沒有 沒有 真的嗎 可以的 我怪你 我沒有打太過 我沒有打太過 好嗎 那這個保險套 哇 你看到耶 那通常這邊會有一點空氣 如果要使用到先把空氣 這麼短而已 沒有 那可以打 超過懸似程度好嗎 哪一個 哪一個 他就看起來真的超短 他拉出來很長 他可以打 他拉出來很小 那拉出來比我打 超短 因為一罐都大 他通常來講 因為他 他要避免有空氣 所以他不是 打開個帶子 是馬上去 所以他通常是把東西捏緊之後 他們不要 對 不行 沒有 他可以 欸 如果你重複使用 他的機率會破掉 他是這樣子 往後面這樣子 靠進去 老師會開速 他這樣開速 廣速 廣速 他前面那個頭 沒有捏好 沒有捏好 有空氣的時候 他容易 破掉 他會破掉 跟我想說 他會這樣太一樣 哈哈哈哈 他上面有一些乳液 他上面有一些乳液 那麼少 我用啊 不舒服 看 你是講的非常驚豔的樣子 對 對啊 這上次 這也不算買的 這上次去那個 去旅館 去旅館 他上面有一個樣拿外 好 那 是不是另外錢的用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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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真的用掉 會有問題嗎 不會 對啊 哪一款都不要買 我以為他會死的 欸 為什麼 摸死 會要破 會要破 他就是很活的一個橡膠皮 以前 以前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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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 平衡的生意出來的時候 最早他們 歐洲他們開始發展 保險套 他們用羊的腸子 豬皮不是嗎 不是豬皮 豬皮那麼厚 對啊 那個腸子 用腸子 你們吃過那個 大腸包角腸 有 大腸包角腸 大腸的皮 那個腸皮啊 那個很薄的腸皮 他們用那個腸皮做的 但是效果 效果並不好 因為他很容易破掉 所以 如果他破掉沒有懷孕 他怕這個能破掉 或是在那個 對 有人會說 大腸懷孕 他用兩層 他怕他破掉 用兩層更容易破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兩層之間 他 潤滑度不夠的時候 他容易摩擦 一定破掉 那破掉之後 還是會有機會受孕 要包十層 不行 一層就好 不行就好 你不要包這兩層都 戴不夠安全 沒有 包兩層就比較安全 他戴不得起 那有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騎台 這個騎台 硬著呢 如果馬當氣球吹的話 大概就要哭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吹不起來 阿扶米特 阿扶米特 要摸不起來 同學 同學 你不要在我門 好不好 好錯喔 幹 有同學說 或者是在網路上可能 有看到一些 什麼A書上面寫的 什麼 避孕的方法 不要射在裡面就好了 也是這樣嗎 No 那你擦避孕 不用會射到 對 擦 只要放進去就有機會了 因為那個 晶液的分泌 不是只有在射精上才發現 那個 晶液的分泌 晶液的分泌 在前面 在整個 整個 整個開始吸引回事前 男生就開始 那些前列腺液 前列腺液 然後有一些 分泌會偏跑出來 那分泌物裡面 其實就可能有晶子 所以你說 就算我今天沒有帶 保險套 那我這時候就射精的話 好 血脂就有可能懷疑 然後不是說一定要 一定要 我這次射精的懷疑 才有定義 好 OK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那個 冬浩的示範 不客氣 不客氣 好 好 再來一個問題 吵 吵 好啦 你可以換給我 不要再問 沒有 我不吹 我不敢 好了 那這張沒問題 這張沒問題 這張沒問題 沒有 有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啊 好 那個 作業非常好 就是有三個童語加 就寫得蠻好的 另外兩位同學 加油 請你加油 加油 我要講加油 都轉過去了 還有你 好像要罵我那樣子 沒有 我看你的嘴巴還講 對還要講 我沒講好不好 這也是 才能男性弄啥歌 我到對來講太大了吧 你還小 所以一樣 收了一下下 都失去 我到達後